因為人有罪 亦都是給神的警告 這個警告都是一個有恩典 又是一個警告 因為那個恩典是甚麼呢 就是神叫人醒來 尋求 尋求神 這個災難 我們看到神在世六的災難 耶穌講的那個災難是越來越多的 不是說 只能看到 神不是將這個世界變為一個越來越好的世界 是被人看到沒有神的世界 願意去插 去找 到底有甚麼方法 願意去找到一個真的神 基督徒是真的經常經歷到神的恩典 這個就是主要經歷的 不是的 你事實上好客觀都得到我們 世界必然是災難 但也分辨到災難是有或是有罪 最大的災難 最大的災難 好 但最重要的是我現在來說 至少他所問的一個 明明是苦難的那個 我挺感受 我就很明白 我知道 即是 那裡因為是一家人 即是 神會容許到那些家人 有這麼多個在那裡 那些災難 這樣死都是很殘忍 神不理他有病不死 這樣搞不死 首先我們要講 即是容許這些事實上生意也都不怕 我們一定要很分別的 就是 不是神令到那個氣球掉下來 但容許這個事發生意 這個世界自從阿當犯罪的神已經說了 他說你監獄的影響 因為當人的神一分離 這個世界就不斷陸續又不斷再立 這個就是這個世界的形式 因為已經是被神隔開了 所以做了這些五樣的能力 是存在的 那這個不是 所以我們要分析 這個是罪的內容 而不是神製造這些的出來 那 那個基督徒死了 是否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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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天堂出外 他一定有個分析 即是其實呢 一個人活了二十年 三十年和一百歲 是否一定代表長命過好的 都不是一定的 即是這個其實我們 可能去那些親戚 繼續被信署 他們都沒有那些事跡 即是人們又可能不知道 就是神愛 那他們可能覺得 嘩 信爺 信到這樣 即是心都被你在那裏 都被死掉了 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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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一番人會有任何人 即是那件事 我覺得其實我可能不知道 我會這樣說 我們每一年都可以 希望的 是 我們有生命 不是必然的 即是人們就覺得 有生命是必然的 不是一定的 我們有生命是禮物 是 是神所持人的 是一定必然 他可以 有這些 有 當我們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就說 我們有生命 都是有生命 即是都是立了生存的 人們 會感恩 事實上 你在世界會看到很多分析 但不代表 那又會重生一次 即是分清那兩個來源 你就不會搞錯 但是 我們是不是人 都在天地 有生命是禮物 都是生命 爺 過程 我 想要 都會殺死 可看 有r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